红安诊所的负责人王金明 钟素满夫妇 因为贩卖39名婴儿 昨天遭到了最高法院 依照买卖人口罪名判刑确定 王金明被判处了6年并科罚金75万 而妻子钟素满判刑8年并科150万元 王金明夫妇曾经自诩是德雷莎修女 二审宣判的时候获得交报 在今年9月份位在台北市市立区的红安诊所 还重新开张